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新政局新挑战 借近瑞士特别报道 我是秦林谦 这个小时我们要带您从台湾到瑞士 来到这个被阿尔卑斯山环绕的欧洲小国 来看看的是 这个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 如何能够在百万年之间变成人人称赛的富强小国 而台湾又能跟他学些什么 我们就先带您来从一些数字看起 瑞士为什么这么强 这个人口只有800多万的国家 包括了2015年 它是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 最幸福国家排名第一 2015全球创新指数 也是它排全世界第一 还有更厉害的就是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同样也是全世界第一 而且是连续七年 2014他们的人均GDP是8万5千多美元 全球第四 2014的失业率 他们是4.5% 只有欧盟的一半而已 这个国家为什么能赢呢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在于他们的公民力 瑞士实行直接民主 一年他们举办了16次 甚至是更多的大型公投 透过公投 用理性的脑袋决进政策方向 让国家走在对的道路上面 而民众关注哪一些的议题呢 最多的大概就是社会政策 再来是跟民众生活 息息相关的基础建设 跟环境有关的议题 接近瑞士特别报道 我们就先带您来看 瑞士强大的公民力量 让他们做了多少对的决定 台湾跟瑞士真的有一些相似之处 瑞士紧邻欧洲三大强权德发役 而台湾则是有中日韩东南亚列强围绕 在经济上两国的中小企业数量 都占有极高的比例 而且内需市场小仰赖外貌 那么瑞士依照自身的条件 做到哪些事情 非常值得台湾反思 有人告诉我 到欧洲如果只看一处风景 那一定是瑞士境内的少女峰 还有人说那是天使居住的地方 于是TPBS前进少女峰 不过倒不是要带您观光旅游 每个小时都有一般这样子的列车 要通往有欧洲屋脊之称的少女峰 而这里就是Greenwald 通往少女峰必经的车站之一 但是这个小镇面临到了一个难题 就是面对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铁路的承载量开始不足 于是少女峰缆车公司 他们开始希望说 能够进行一个铁路扩增的计划 但是小镇的居民 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因为在面对环境的保护 以及当地经济繁荣的问题之间 如何取得平衡呢 仗里说瑞士是全球观光大国 能赚的旅游财怎么可能不赚 但面对盖缆车扩增铁路 这种无法回复的决策 瑞士人会特别谨慎 随便一问小镇居民 每一人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公民对公众事务的参与感 即便增建缆车 可吸纳更多观光客 让小镇经济更繁荣 但因为有农地主人 担心破坏环境 美景回不去 有落农担心缆车噪音 可能干扰动物作息 这计划推了好几年 仍然还没动工 在售票车站放文宣资料 用文字 数据 理性说服证明 良性沟通希望取得共识 而不是私下官商勾结 改变法规或逼农卖地 所以在瑞士 很少有激烈抗争场面 因为瑞士人参与公众事务 也相信透过公投可以表达意见 这是公民素养 而且不只相信公投 也愿意接受公投的结果 和信任政府的专业 瑞士不大 距离第一大城苏黎市 仅40公里远的利尼根小镇 因为地质结构稳定 经过长期钻探研究 成为最有可能 被选为放置核废料的地点 如果联邦政府拍板定案 并且通过全国公投 利尼根市长 带我们走的这块土地 这个小镇 2050年就将成为 核废料除智场 可能还有一些人 我相信 这里有一个群人 这些团队是相同的 但他们可能会有点害怕 那些房子会比较少 换成是谁都一样 一开始没办法接受 核废料就要放在 自己家园地底下 但瑞士联邦政府 从一开始 就成立专门委员会 负责对当地居民 和地方政府沟通 将相关资讯 安全措施 以及可能的环境影响 透明化 政策公开透明的用意 不是为了改变 反对居民的决定 这么做的本质精神 是提供所有客观资讯 让居民能做出独立判断 经过五年时间 利宁跟居民逐渐能理性看待问题 也觉得瑞士人制造出来的核废料 本就该是瑞士人的责任 该去解决和处理 对比台湾面对相同议题 新北市门的核一厂 未来即将停机厨艺 核废料能放在哪 本岛外岛炒成一团 国家处理得不到信任 地方政府和居民 只有强烈反弹 还团也只有一个评论 拖延和骗 再看看人家瑞士 还可能放在距离第一大城 只有40公里远的地方 但如果政府各种研究和证据 都指向 放在利尼根最适合也最安全 那居民愿意接受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而且愿意相信政府的专业 这是瑞士公民的共同体意识 决定自己想要的生活 更是身为认识人的责任和权利 在侧马特的这个小镇 镇上的人民用公投决定 他们镇上不能有任何的车辆进入 唯一可以行驶在路上的 只有马车跟电动车了 居民宁愿日常生活不方便 也要保护这片山林美景 于是这样的画面天天出现 想来到侧马特旅游滑雪 关于是哪国人 出了火车站 要是不想花钱搭电动车或马车 就乖乖拖着沉重行李走路吧 你们一开始知不知道 这边是没有车子 然后就是要拖行李 有查 有查 我知道 有知道 会不会觉得我好重 要拖行李走这么久 可是不会啊 就觉得比较有特点 然后就是没有污染嘛 就比较好 瑞士爱公投 一年大约有20个 全国性的议题和法案 会进行四次左右的大型公投 除此之外 还有地方以及各州的议题 也要公投 例如土地是否可以变更使用 甚至小到当地商店 即便开门营业 还有想重新装潢房屋 外墙门面颜色跟设计 是否会影响整体社区景观 也都要居民公投投意 但公投可不是乱投一番 负责任的选民会思考 而且看的不是短期影响 最近一个瑞士经典的公投案例 莫过于2014 瑞士人民以76%的超高比例 否决了全球最高基本工资 月薪4000瑞郎 相当于台币13万5000元的公投案 如此优渥薪水 他们为什么不要 否决此案是不是头壳坏掉 不过瑞士人想得很深很远 他们知道一旦强迫雇主 接受最高薪资 就代表未来工作机会可能减少 特别是对女性或服务业 将造成影响 所以理性否决了 还有2012年 瑞士劳工团体也发起公投 要立法将劳工目前 拥有每年四周 带薪休假的福利 延长为六周 也是被三分之二压倒性的 民意否决 在民众有独立思考能力 不会受到政党 或者是民粹操弄的前提之下 妥协在瑞士 从来不会是负面 或者是失败失落的代名词 即便在快速的全球化趋势之下 重视公民参与的瑞士 还是相信 让社会跟人民有共识 走得稳比变得快还要好 TVBS新闻 潘玉文 秦林谦 我们在瑞士的采访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了 瑞士人民重视独立思考 他们用公投决定自己生活的方式 而其实这些公民的素养 是从小培养而来的 所以教育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带你来看的是瑞士的教育了 先来看看的是这个数字 其实瑞士非常的重视理论与实物并重 成绩从来不是他们对孩子唯一的评量 瑞士教育的目标 着重平等 独立思考 沟通 参与 还有多元融合 在这样子的精神之下 最新公布的2015年U21 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排行榜 瑞士就排名非常前面 世界第二 而台湾排第21 在亚洲国家还输给了新加坡 香港 以及日本 其实这个排名并不是针对了个别的大学 其实而是整个国家整体的高教制度来进行评估 评估包括了国家的人才输出 国际关系 教育资源 还有环境 我们继续着带您走路瑞士来看看的是 瑞士的小朋友他们如何被教育 他们非常的重视孩子独立 也希望孩子能够勇于尝试 跟着我们的镜头走入校园 从细节来观察 瑞士侧马特小镇的夜是属于年轻人的 因为瑞士人重视家庭生活 店都关得早 天黑了通常多半是年轻人 比较喜欢还待在外头 买东西 吃东西 还有卖东西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普通的小镜头 几个16岁高中男生为学校慈善活动出来摆摊 你自己可以买吗 这个是可以的 真的吗 我们试试 好一个我们试试 愿意尽力去尝试 男生自己会做小蛋糕来卖 说什么姐姐我也要捧场一下 虽然瑞士物价真的很高 我会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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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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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四个银子 好的 他们说从小父母就会让他们什么都试试看 所以做蛋糕小点心并不是科板印象中 女生才做的事情 这群高中男生开朗健谈 让我忍不住和他们多聊一些关于未来 我的 dream job is that I want to be a photographer 当我准备学校 here I'm going to go down to Zurich and I'm going to go to a special photography school 我的妈妈是一个 designer 前面她是一个导演的 她说你知道 这一样 这一样 她说我每天都要做 我说我喜欢它 我喜欢它 我会做的 那就是我希望做的 所以她说 如果想做的话 我会支持你 我会帮助你 这不是很简单 其实在紫园上不是很简单 但是我们必须试试 我们必须试试 我们必须试试 简短聊天就可以听到瑞士年轻人 即便知道未来充满竞争并不简单 却依旧带着梦想和规划前进 这一块加了许多乐观 和勇气的巧克力蛋糕 格外美味 而勇气应该是从小培养而来的吧 瑞士的冬天天亮了晚 平均温度只有零度上下 该上课的早晨通往小学的路上 几乎看不到爸妈牵着孩子 走路或开车接送 瑞士父母训练孩子独立 不管再冷的冬天 有没有下雪天亮了没 穿上反光背心 让他们自己走路上学去 是独立的第一课 不过训练独立不是把孩子丢在险境 而是有先教育告诉他们危险在哪里 学校老师还有家长教得真好 不随便理会陌生人搭讪 尤其我们又是外国人 要过马路还会左看右看 再三确认是否有来车才通过 这个身高看起来 大概才小一小二的可爱女孩 完全展现瑞士小朋友 独立又激紧的样子 不信继续随机采样 还是一样 拜拜 拜拜 我们要教你 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孩 可以从很多细节看出 瑞士家长和老师对孩子教育的态度 四张 课程进入另一个阶段 老师请小朋友帮忙搬椅子 但教室里的椅子好大一张 看起来也挺重的 如果在台湾 做法可能是老师上课前自己先搬好 这样才不会浪费时间 而且要是小朋友没搬好被椅子砸到脚 恐龙家长怪罪下来可不得了 但瑞士父母从小就会训练孩子做家事 老师也会让学生自己来 就是这里的父母 他们也期望孩子一起来分摊家务 而且是实际的参与 比如说妈妈今天做饭了 然后就希望孩子 他要帮忙准备餐桌 吃完饭以后要收拾餐桌 他叫瑞士 重点仍旧是独立 因为瑞士没人喜欢当恐龙家长 交出妈宝 看到这大家可能开始有疑问了 不是在瑞士吗 怎么老师说中文小朋友唱中文歌 这里是瑞士留森中文学校 我是英国人 我是英国人 我是上个人 瑞士本来就是个包容多元语言的国家 光是官方语言就有四种 德 法 意 还有罗曼语 再加上大陆观光客 近年呈现倍数成长 商业需求增加 眼见华文在瑞士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如果小朋友自己有兴趣 瑞士家长也乐得让孩子多学一些 他可以说多少语言 他很喜欢语言 他去英语学校 英语和英语 他再加上中国语 他学书 他开始了英语 你家有谁 你家有谁 我爸爸 爸爸 妈妈 妹妹弟弟和我 你说 橘子 你说什么 橘子 老师给了你橘子 你说 我说橘子 橘子 瑞士老师教法灵活 成绩从不是他们在乎的唯一评量 希望孩子主动勇于表达 玛提亚斯学得很开心把上课当游戏 不过这一天他表现有点失常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已经结束了 你已经结束了 你又没有举手 你又没有举手 老师有没有叫你的名字 继续举手 你又没有举手 你又没有举手 但是 你又没有举手 老师 你又没有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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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你跟着我 对不起 我没有举手 我对不起 你对不起 那玛提亚斯的话 因为他平常不是这样子 我可以了解他很高兴 他今天来看到他的旧朋友 可是有些 像那种基本应对进退的 礼貌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然后这一点 其实也是我 从瑞士的家长身上学到 犯错了 不当面斥责 也不像台湾家长或老师 总习惯用权威的方式 下达该怎么做的命令 独立 思考 敢表达 肯认错 愿意妥协也不怕示弱 一堂在瑞士的中文课 看到了瑞士人的教育 希望教出怎么样的孩子 我也看到 这些未来瑞士主人翁的公民素养 在逐渐萌芽 瑞士充满群体意识 从小就被教导要守法 而且自我规范跟要求都很高 更不用说 攸关健康的食品安全了 瑞士如何把关食安呢 我们就带您清楚来了解 比如说一头食用牛好了 从它的出生到整个的生长过程 兽医跟寺主都必须要登记 注册清楚 还有所有的用药记录 另外牛只身上也必须要悬挂标示 而在它成为我们的食物之前 还有层层的关卡 包括宰杀之前的检验 核发许可证 再来在它制作成食品 之后的加工过程 也都要详细的把关检查 包括检查有没有任何的传染病 以及有没有任何的寄生虫等等 都是必须要有明确的规范 那么我们继续就带您 从生活面还有消费面 更进一步的来看看瑞士如何做到食品安全管理 我们来到的是苏仪市脆尾鱼的汉堡店 进到这个非常私密的厨房 它们的食物非常清晰的 就是食物从哪里来 原料从哪里来 然后怎么做 都是非常清楚的在规范当中 而且你真的知道突击的状况 就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 这里真的超干净的 超干净 而且这已经是他们经过中午时间大战破后 还是保持得这么干净 就是瑞士人做事情的方式 本以为重视隐私的瑞士人 会拒绝带媒体进入餐厅的心脏地带厨房 没想到临时要求 想看看食安环境 它们马上OK 苏黎市热营总部和国际饭店区附近的一个街角 如此高级地段 一间从外观看不出来 在卖汉堡的汉堡店 却是许多银行家跟国际旅客的最爱 还被评为是苏黎市最好吃的汉堡店 就算过了午餐时间 还是有不少客人 但老板Chris终于有空档接受访问 我告诉他此行目的可不是旅游美食节目 来介绍苏黎市哪里好吃好玩 而是想观察了解 瑞士制造瑞士食品 为何能赢得信赖 瑞士又是如何重视食安 只是都还没看到汉堡 先看到惊人菜单 这间店最贵的汉堡 一个要42.5块瑞郎 折合台币1400块钱 瑞士物价高没有错 但跟当地连锁素食店相比 一个大麦客套餐 有薯条饮料11.7块瑞郎 这间汉堡店 一个汉堡 就比苏食店一个套餐 贵了超过3.5倍 汉堡敢卖这么贵 还能被说是苏黎市最好吃的 真的不简单 关键在于 瑞士人 可以看到他们自己 去到这个牡业 去看他们自己 所以我们没有秘密 瑞士人重视吃 更重视吃了什么 除了食材 全来自瑞士本土 酱料也都新鲜自制 而且许多还是有机的 难怪反映在价格上 就是贵 但瑞士的消费者信任 而且有正确观念 了解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我真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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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人们 我们从哪里的食物 如果是在几岁 那这不是问题 他们相信我们 你知不知道 台湾的食材状吗 我认识了 但可能不太多 在市场上 我认为是 油热状 还真的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连瑞士人都知道 台湾曾爆发一连串 食用油食安丑闻 业者说 食品管理法条 全球都有 差别倒不在于 严格与否 而是在于 业者 你有没有把吃 当成一个良心事业在做 所以借近瑞士食安 从餐饮业者端 我们看到了 自我要求和诚信公开 再从瑞士政府 对食安的把关来看 瑞士最大的连锁超级市场 而且有超过80%的瑞士人 大部分都在这里买一般生活用品 嫁到瑞士三年 也跟先生一起从事有机食品业的 台湾女生陈亚婷 先带我们逛瑞士两大连锁超市 光从民众最常接触的超市 就能看出瑞士对食品安全管理的细节 有多要求 他们的每个产品 它一定会标示来源国 例如说这个是鸡肉 这是来自匈牙利的 这个是特价的 所以瑞士人很重视 就是这个东西从哪里来 对 他们会尽量买瑞士的肉品 瑞士注重食品诚实标示 产店来源是不是有机 甚至连制造方式 都各有不同标章 重点是没出过包 民众信任 就连每一颗蛋的蛋壳上面 还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呢 他们每一颗蛋 上面都会打它的身份证 一个一个验试嘛 例如前面这个 零表示说 它是有机放养蛋机 所生下来的那个蛋 然后CH也指这个蛋来自瑞士 然后这个3150 就是业者的编号 或者农场编号 然后这一个号码 就是它放置的时间 清清楚楚 重点是你们怎么都知道啦 你们有被教育 我是读那个 他们超市的杂志学到的 而且他们的有机 有机的这些蛋机啊 还是放养蛋机 他们的规定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对 下的有机的话 像这边有写 那个BIL Bill 瑞士重视吃 更进阶就是追求有机 不只蛋 各类商品都推有机 超市里的有机商品贵位 越来越多 有机食品专卖店 也一间一间开 大受消费者欢迎 根据瑞士最有公信力 也最高阶的有机标章 认证机构统计 2014年瑞士有机商品 消费市场的年营业额 高达22亿700万瑞郎 折合新台币600多亿 每年还都有 至少7个百分点的成长率 你看这是自然的奶 这是标准的 这是标准的 这是标准的标准 这是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一公升有机鲜奶 2.4块瑞郎 同样容量的 一般鲜奶只要1.5瑞郎 有机的贵了60% 但瑞士的有机要求 比欧盟标准更严格 从乳牛的生活环境 吃的食物 到鲜奶产出过程 都必须符合有机标准 消费者相信瑞士 对于生产过程的高要求 自然愿意付出高价购买 就我了解 瑞士的业者通常都非常尊重法律 他们从小就被教掌 你要去守法 尤其是食品 这个东西又非常的优关 亲密和健康 他们更是注重 一路看下来 瑞士能够建立完善且互信的 食品安全金字塔 政府端制定完整的食安制度规范 业者遵守并有良知的自我管理 而消费者信任 并且有正确的消费观念 在瑞士 没人担心会有食安问题 而且便宜未必没好货 对于你们在瑞士生活的人来讲 你就不会觉得低价就是烂货 你不会 不见得 每个产品都会去思考 你看这个 跟这个差一块钱 差在哪里 是玻璃品 是玻璃品 对 而且它这是很好 这个是抗UV 一定会去看看包装 还有标示 瑞士聪明的消费者 会知道价钱的差别在哪里 然后去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选择 瑞士是一个小国家 但是它却拥有许多全球知名的大品牌 而且还要来看看的是2015年 它的全球创新指数 还是排名世界第一 瑞士的品牌竞争力 继续来了解 说到瑞士 你会想到什么 它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 它是度假胜利 又或者它是避税的天堂 还有更多人可能会想到的是 瑞士巧克力 瑞士刀以及奢华的瑞士表 但是在成功以及光鲜亮丽的背后 瑞士如何经营国家这个品牌 有很多细节可以观察 瑞士它是全世界最爱吃 也吃最多巧克力的国家 瑞士巧克力 可以闻名全球 但做巧克力的原料 生长在热带的可可树 瑞士根本无法种植 但为什么这个国家 却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巧克力生产国呢 因为小小一块巧克力 瑞士人都要求做到最高品质 而且能创造出自己的品牌竞争力 要不就是经典到巧克力老店能变古迹 要不就是巧克力光一种口味 可以卖遍全世界 能够在瑞士最知名 而且最昂贵的精品大街 班货富大街上面 有这么一间巧克力店 那么这间巧克力店 想必它一定要是全球构知名 没有错 在瑞士众多的巧克力品牌当中 要能够独占熬头 它必须具有怎么样的品牌 经营特质 带您一起来了解 这个空间不大 已经超过80年历史的巧克力老店 欧 美 亚 中东都有分店 他们的香槟送入巧克力 纽约时报评为是全世界最好吃 而且最顶级的手工定制巧克力 中间就是其他巧克力制造商 怎么学也学不来的香槟奶油 是用最顶级的香槟王制作出来的 这么一小块巧克力 却能有多达四种层次的味道口感 难以取代的美味 让这间巧克力迷必定朝圣的名店 能够全球展店 却不需要任何行销广告费 我们在Zeric西区里面 但外面很大 我们没有商计 如果我们望着商计 如果您要求商计 你永远找商计 你会不会找到商计 你会不会找到商计 我们商计是你的手 和我的手 和她的手 这是手的出口 你试试 你购物 你购物 你去找朋友 你邀请朋友 然后他们试试 哇 可不可以 从那里得到商计 他们来 这就是商计商计 老店坚持经典 而另外一个走跨国路线的 瑞士大巧克力品牌 则不断朝改变口味 包装和造型的方向下手 我们有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商品概念 在我们的巧克力厕所 我们有一个全量的产品 他们的商品系列 则是多到开奥列 爱吃巧克力的本地瑞士人 会定期来扫货 更不用说 巧克力奥列工厂 早就成为全球观光客 到瑞士的必访景点 所以一样超级赚钱 瑞士首先有名是因为 它巧克力 所以它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就专门过来 打火车过来 做一块巧克力都这么拼 更不用说 也是拼到全球第一的 瑞士制销店 因为瑞士地小人少资源匮乏 他们清楚知道 只有专攻高附加价值的产品 才有机会跟别人不一样 瑞士制药双雄 诺华和罗氏 是全球第一和第三大药厂 他们主攻的 主要都是研发最贵又费时 进入门槛更高 不可替代性更强的癌症药物 虽然短期和欧美其他国家药厂 走基础医疗路线相比 研究标靶药物 较难看到巨大收益 但抗癌不能没有它 标靶药物价格昂贵 不可取代性 让他们开始进入收购期 罗氏在2014年 营收高达480亿美金 一间药厂竟然能比 全瑞士钟表业 一年的年产值 380亿美元还要高 这一切的差别 都在于不可取代性 向来是瑞士工匠精神象征的钟表业 尽管受到景气波动 中国购买力减弱 以及智慧手表崛起的影响 2015年瑞士钟表出口总额 出现了2009以来的首度衰退 但瑞士高级钟表 仍旧代表着精致和品质 而且不止钟表 瑞士对于生产的创新坚持 和精细把关 让全球消费者充满信任感 任何商品只要是瑞士制造 几乎就等于品质保证 而瑞士也以此为荣 以自己国家为荣 展现国家意识 从处处国旗飘扬 以及红底白十字 做logo的商品 多到让人眼花缭乱 可以看得出来 知名瑞士钟表品牌 还有瑞士刀是这样 T恤帽子 杯子锅子 想得到的穿得用的 也都是 重点还不只卖给观光客 瑞士本国人更爱 不只这样 还有呢 大家非常熟悉的 瑞士知名三角巧克力品牌 上头的Mark 就是在我背后的 瑞士知名景点 马特洪峰了 瑞士经营品牌 除了把他们的国家国旗 形象象征 用在许多的商品上面 就连巧克力上面 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国家国旗logo或知名观光景点 活用在各种商品上 而且推到全球知名 小到一颗药丸 一块巧克力 却都蕴藏着无限大的商机 高品质精密创新 高附加价值 难以取代 瑞士经营品牌的智慧 值得同为小国的台湾学习 红底白十字 正面期能够站稳全球市场 做到第一 也期待青天白日满地红 走出自己的路 稍后TVBS独家 还要带你来看 瑞士全球第一 无人驾驶公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当Google跟苹果 都在致力于研发 无人驾驶技术的研究的时候 经过两年的研发 瑞士先做到了 2016年的春天 在瑞士的Sion 将可以看到的是 全球第一辆的 无人驾驶自动巴士 在路上行驶 而TVBS我们成为 全亚洲唯一获邀采访 也要来见证历史这一刻 在阿尔卑斯山 环绕的欧洲小国瑞士 在一个人口 只有三万的小城市Sion 他们向来自全球的媒体宣布 又做到了一个世界第一 无人驾驶 许多车商或高科技大厂 都在研究测试 但可以上路载人 而且还作为大众运输工具 瑞士真的是世界第一 就是这两台头跟尾 长得一模一样 被说像是装了轮子的缆车车厢 其实看起来 有点像可爱面包车 又有点像小巴 总之造型流线 带点未来感的无人驾驶巴士 他们有名字叫Navia 踏上无人驾驶巴士顾名思义 就是你在公车上面 看不到任何一位公车司机 唯一就是由电脑 行动中心来操控 那么这样公车上面 大概是可以容纳15个人 11个人是坐着的 然后4个人站着 这是它的最大承载量 这边公车就启动了 2016春天瑞士领先全球 率先在西南部的 四样旅游风景区 开始围棋两年的试运行 负责接送旧城地区的游客 当无人驾驶的巴士 在道路上面行驶的时候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它的安全性了 不过这辆叫做Navia的 无人驾驶巴士 它从车顶到车底 以及车身的两侧 都有许多的摄影机 以及感应的装置 能够侦测到四周 在一定的距离之内 有哪些车辆靠近 所以你会有几个不同的摄影机 主要是LIDAR 你能看到三个在这里 主要是用于标准 然后是运行证捕捉 有相机的摄影机 还有相机的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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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个LIDAR 有相机的摄影机 对 相机的摄影机 对 相机的摄影机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驾驶 但这辆无人巴士 从头到脚 从前到后 都有无数个眼睛 看着车辆四周路况 包括车顶 有一个GPS追踪定位装置 再来车身上下前后 各有四个广角摄影机 除了可以监控四周车况 地上的交通标线 和红绿灯交通号制 也都看得见 另外还有六个雷达感应装置 当有任何物体接近巴士 到一定的危险距离 巴士就会停止前进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无人驾驶的巴士 它现在在道路上进行 道路测试 然后现在完全这里面 除了电脑控制之外 是没有其他人在开车子的 那现在时速最快 是可以达到20公里 它主要是做短程运输 就有点贴的对 我觉得还好 因为它的地本来就是颠的 而且它非常安静 刚刚在外面听起来 是非常安静的 首次在媒体前 公布道路测试 Run for the first time 尤其TVBS又是全亚洲 唯一获得采访的媒体 我们当然把握机会 在有限时间里多拍多视 无人概念势必成为未来趋势 它要测试的是关于 在车体外面 如果有任何的人车经过的时候 这辆车子会怎么样 很清楚可以看到 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妈妈推娃娃车 巴士依照电脑设定的安全距离 在感应到娃娃车时 就立刻停下 而如果有任何紧急状况 车上也有紧急按钮 能控制车门或车辆行进 我们不是车车辆行进 我们是一个技术公司 所以我们发展了这个技术 我们在这些技术 当我们到这些地方 昨天我们做了这个示范 我们做了标准 我们设定了车辆行进 然后Navia 车辆行进 Navia 是由瑞士一间新创公司 所研发出来的公车智慧系统 成功研发出软体之后 瑞士在与法国一间环保自动驾驶 汽车公司合作硬体 于是Navia成功诞生 而且目的性跟其他国家 研发无人驾驶科技 有所不同 我们探约同促进 fuel 设定车辆行进 dump O车辆行进去 是本地小型 anche 是GOOGLE researchers 点对车辆行进行进行 世界必须 Shh 实际不asons 到了关系进行进行 Tour de pelvic 拜射者 GOOGLE 有霸充的 其辅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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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醫院 展示宿 所以包括使用更環保的電力動能系統 一切設計都是為了公眾 更便利 更環保 減少道路上汽車數量 也因此為了適合短程運輸路線 他們還研發了類似飛機塔台 在機場裡扮演的角色一樣 能控制巴士 我們想想像是未來的車子 當然現在我們設計這種車 就是運輸系統 當然在未來我們想像是 大型的車子 當然還有小型的車子 無人駕駛未來概念在瑞士實現 而且運用在公共運輸上 更便利而環保 讓瑞士這個世界第一 顯得更有益 各位BS 我們這次從台灣飛到瑞士 非常難得有這次獨家採訪 無人駕駛公車的技術 那麼也看到了瑞士人做事的方式 而且在我們回國之後呢 其實全球的媒體也持續的報導 上市瑞士郵報就專訪了 Navia的總裁 他還特別提到了 非常開心有台灣的媒體前來採訪 甚至跟大家說 歡迎來到未來 好 稍後回來 我們還要帶您來看 瑞士觀光如何Hold住 他們的品質馬上回來 3 平台 瑞士以美麗自然的山水 世界文明 每年來到瑞士 旅遊的 遊客多達上千萬 但是不管人數增加多少 瑞士始终有自己的态度 来迎接各国的游客 台湾想要拼观光 效法瑞士 还有哪一些瑞士做到了 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继续来看看 从少女峰到马特洪峰 再从异语区的奔林佐纳 到法语区的威维 绿野古城湖光水色 穿梭于山间的缆车 驻了滑雪者一臂之力 鉴于百年前的齿罗火车 又让人们得以亲近 这些中年白雪的陷峻冰山 想登上少女峰 火车票并不便宜 一张来回184瑞郎 折合台币6000块钱 但昂贵火车票 也减少不了亚洲游客 想一窥少女峰顶 迷人美景的性质 根据最新统计 2015年中国游客到瑞士旅游人数 比前一年大增了33.3% 首次成为瑞士第四大游客来源 也难怪少女峰火车 开始出现华语广播 位于海拔3454公尺 欢迎光临少女峰 阳光白雪 阳光白雪映衬着少女峰 纯洁无瑕 来到这 人们的心灵都像是被洗涤了一番 通彻透明 就像瑞士 明明是观光大国 到处都是旅游圣地 但这些地方 怎能美得像是没沾染到 市服的观光气息 追求高品质的观光业 应该是个重点 这其中包括了友善直谱的人民 治安良好的公共环境 还有全世界最发达准时的 铁路交通运输系统 不管是我们去采访的 格林瓦德或策马特 两个观光小镇 最多的就是旅馆 目前瑞士有超过 7500家大小旅馆 总投资金额超过100亿美金 除了当行集团式饭店 小巧精致的家庭式旅馆 是瑞士乡村旅社的典型 要能在观光大国瑞士 从事竞争激烈的旅游业 可不简单 尤其是嫁到瑞士的台湾女生 因为这边民宿 它跟人家竞争非常难 因为大家很多民宿在这边 也是有瑞士人开的 也有台湾人也有开民宿 所以要竞争很难 所以你要做出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把柯林母亲留下了两层楼老房子 变身成为乡村风格小民宿 一开始真的不容易 一开始就是从什么零开始 地板自己装灯自己装 然后开始油漆 什么都自己来 因为这是最省的 因为这边瑞士的人工非常地贵 他就开始学怎么装地板 我开始学怎么样吸油漆 除了人工贵 税也高 在瑞士什么都得按法律规矩来 就算我们没有去通报 还没有通报 我们打算去通报 之前他们就已经寄单子了 所以他们就是说 其实他们都有在看 他知道我们有这个民宿 就把那个税单直接寄给我 然后告诉我们 一个晚上一个客人要收多少钱 他们要收多少钱 但这些都只是基本 Jabi的民宿一开已经九年 要能生存下去 得有更多不一样和高品质 在益商质疑民宿Jabi的成功秘诀 就是在于他可能要比瑞士人更注重一些细节 上时呢 这媲美饭店mini bar等级 而且是free的 不用收费的这个 这么丰富的cookie chocolate 就是Jabi的民宿 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有客人是都没有动 就后来要离开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都没有吃啊 他说我不知道付多少钱 我就说那全部都是免费的 他就哇 他说他怎么会是免费的 真的 这看起来真的会以为是要收费的 对啊 这就是做出跟其他的民宿 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希望能够做出有点不一样 然后还有那个面膜啊 水之类的 附赠特别从台湾带过去MIT的面膜 要让全世界旅客 在寒冷干燥的瑞士冬天 有滋润的感受 这个台湾人在苏黎世开的小民宿 比注意细节追求品质的瑞士人更细致 各方面都要求自我 完美 高标准 绕了瑞士一大圈 我了解了 瑞士的迷人是靠瑞士人 Well you know I love you baby Well if I don't love you baby Critzy Road 我是晴凌千 感谢您的收看 瑞士采访甘苦 还要继续看下去 这是要再前往少女風的换车的一站 叫做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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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离生了 早 anf�問 哎唯缺 各位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詹書函 歡迎您收看TVBS 藥洞變換城市 釜山特別報導 說完這一次 要帶大家前進到的是 而我第一次到達這個地方的時候 覺得很像台灣的高雄 也確實沒有錯 它是韓國當地的第一大港都 我們就來看到 2010年的時候 它的人口數 已經達到360萬人 而整個釜山生活圈的人口數 更是達到了400萬人之多 是繼首爾之後的第二大城市 而另外 我們當然也要關注到的是 它的港都經濟了 它的港都經濟在世界上 排名第六 每年在這裡要處理 1800個標準貨櫃 年貨運量更是達到了4億噸之多 佔有舉足輕重的一個角色 而韓國當地政府呢 也加緊腳步要乘勝追擊 他們在2030年的時候 開通了北極航道 預計要來上路 到時候將會串聯起的是 亞洲 北美洲 以及歐洲三大區塊 而且要一次的來提升 整體的服務 現在呢就跟著舒寒 一起來去一探究竟 紅色的引導大橋 部分橋深慢慢升起 宛如在跟大家打聲招呼 是屬於港都釜山獨一無二的特殊景觀 每天下午2點 15分鐘的開橋儀式 人車全面禁止通行 讓繁忙的都市來個短暫煞車 建於1946年的引導大橋是日據時代 為了運輸人民所造 也是釜山第一座跨海大橋 過去大型船隻經過時就會升起 曾經一天最多開河7次 現在時過境遷 多半只剩小型的觀光船隻通過 升起橋深純粹是觀光用途 釜山是一個港都同學 擁有他們全國最大的漁市場 而現在我們位在的就是 紮嘎起漁市場 紮嘎起漁市場 在這個地方從韓戰時期就被定調為 活魚交易的一個地方 到現在已經成為當地的一個觀光景點 現在已經是傍晚時分了 還是有很多的遊客跟顧客 前來選購漁獲 繁忙的漁獲市場 擺滿了生鮮漁獲 在這邊叫賣的多半是上了年紀的婦女 她們說話爽朗 被稱作是紮嘎起 阿豬馬 那一旁有市內大型漁市 各市漁獲這裡也有 每天十架電子看板 清楚標示讓人一無聊然 除了走一趟漁市場 也有觀光船能夠走一遭 繞金的路線選擇很多 而舒涵這一次搭乘的 是能夠一睹 釜山港風光的船隻 搭乘這種觀光船隻 除了可以一保港督景色之外 你大概也注意到了 在我後方有很多的這種大型的貨櫃船隻 釜山港在他們韓國國內 是第一大港之外 在世界上也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去年他們整個大型貨櫃的集散量 已經是排名世界第六 堆疊成山的大型貨櫃 是港口的繁忙印記 自從1876年開港以來 這裡每年都要處理 一千八百萬個標準貨櫃 和一百多個國家 五百多個港口聯繫 具備了有利的地理條件 連接中國 日本 俄羅斯的支線網絡 非常發達 鄰近龐大國際市場 有著地理優勢的釜山港 這幾年積極尋求擴張 打造的新港區 預計2030年陸續完工 增加服務基地 以及自動化組裝系統 另外進行中的北航站建設 將會作為海港觀光基地 預估創造31兆5000億韓元的觀光效益 以及12萬個工作機會 確實釜山坐擁港督優勢 海景觀光一直不落人厚 除了海雲台沙灘之外 還有廣安里海灘以及松島海灘 觀眾朋友一定很好奇 我到底在看什麼對不對 我在看這個空中纜車 這是釜山的松島海水浴場 最新的一些基礎設施 讓觀眾朋友可以來到這邊 好好享受一下海上風光 其實在釜山這邊 有很多的海水浴場 松島不是最知名的 不過他們的政府很用心在這邊 打造一系列的基礎設施 包括我們現在站的這個 是skywalk空中步道 另外在未來 在那邊還會有一個海上跳台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遊客 前來觀光 陸續推動的打造計畫 要重新吸引觀光目光 成功從原本的第三名排行 竄到現在人氣第二 因為松島區是韓國第一個海水浴場 在2003年曾經遭受颱風肆虐 災情很慘重 能有現在的光景 是因為近年當地政府激起直追 在2018年2017年7月的開通以來 現在我們有650億元投資 所以在一年都不成為 180億元投資 沙灘度假港灣建設 釜山在尋求發展契機上 無論軟硬實力 都要與時俱進 齊頭並進 而這幾年呢 他們也非常積極地在爭取國際曝光度 真的可以看出 釜山市政府的野心 我們就來看到這幾年下來呢 積極開跑的是MICE產業 也就是會展 會議還有獎勵旅遊等等的 這種會議經濟 在這邊是蓬勃發展 2005年 他們舉辦了APEC峰會 在這個基礎下呢 他們一同發展出的 包括了膳食 物流 保安等等 這幾年下來 真的有很不錯的成績 釜山著名的海雲台 除了是觀光聖地 更是當地發展MICE產業 也就是會議 獎勵旅遊 會展 展覽經濟的發源地 釜山的海雲台區呢 在2005年的時候 曾經舉辦了APEC峰會 而在我旁邊的這棟建物 就是當時他們為了舉辦會議所建造的 它叫做Nuri Malu EPEC House 這什麼意思呢 Nuri呢 代表的是世界 那麼Malu代表的就是頂峰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世界頂峰APEC之家 而在他們舉辦了這個APEC峰會之後 也為釜山當地奠定了發展會議經濟的基礎 舉辦建築 適峰樓 坐落在釜山東坡公園 同時擁有山林與海岸美景 當時接待元首們的物品都被完整保留 成為今日遊客見證歷史的展覽廳 會議室裡美國 中國 日本 甚至台灣 各國民版都整齊擺放 訴說著在這邊曾經接待過 21個國家超過600多名海外人士 APEC的舉辦讓當地在MICE產業發展上 有了很好的經驗累積 當時參與籌辦的策劃公司 也完全投入發展MICE 現在透過鏡頭帶大家來到是釜山最大的MICE公司 同時也是整個韓國前五大的 在這邊提供給他們客戶的是一站式的服務 從最前端的宣傳到後端美術設計 以及事後的市場研究 在這邊統統可以一次搞定 看來一般的辦公室策劃各大會議活動 雖然員工才40人 卻是推動城市魅力的要角 配合MICE發展的產業很多 像物流倉儲通勤保安 膳食住宿等 其中最明顯的是當地隨處可見的 五星級或高級飯店 配合這些國際活動應運而生 也成為釜山城市宣傳的重要一環 今年在當地舉辦的 菲森魔術大會是國際級的魔術盛市 透過MICE公司策劃之後 多了許多周邊活動 像是魔術展秀大會能夠乘租攤位 販售 販售 魔術小物 有些錢的技術 有些技術 但我並不想展示你 不管是他們的擺設 不管是他們的地鐵什麼 就覺得好像是在辦一個魔術秀一樣 對 這覺得非常棒 除此之外 大型策展活動 也是文化宣傳的大好時機 結合釜山觀光社攤位 帶盡的是韓國傳統服飾習俗 釜山在迎來魔術節之後 其實場內場外都沒有閒著 像是場外我們現在來到 是釜山主要的商業街道 這條街道在比賽期間 每天晚上都有相關的魔術表演 大家只要找一個位置 就可以免費坐下來欣賞 現在透過鏡頭一起來看看 入夜的釜山 魔幻秀帶來還生笑語 也讓人看到這十多年來 麥斯產業在釜山 恰似魔術般的奇幻蓬勃 TVBS新聞 眾動詹書函 韓國釜山採訪報導 緊接著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國際間的五大電影節 而當然釜山沒有因此缺席了 他們這幾年來非常致力於 釜山國際電影節 每一年都是眾星雲集 也把他們的城市品牌價值 不斷地來提升 而背後帶出的就是 生產收益已經達到了774億韓元 另外還有經濟收益 更是達到了342億韓元 而背後所帶動的人力需求的 就業量也達到了一千多個 我們就來看一下 釜山如何靠著他們的影視產業 蓬勃發展 金秘書 為什麼要這樣 俊俏偶像眼活愛情浪漫迅速爆紅 賣座電影《榮登》台灣最賣韓片 而這些全改編自韓國正夯的網路漫畫 2017年剛剛成立的 釜山網慢創作中心 書架上投一本本網路作品 讓民眾盡情翻閱 這幾年其實在韓國 吹起了一股風潮 就是由網路漫畫所改編的戲劇 還有電影 而這股熱潮也讓南韓的政府 決定打造了這樣子一個 漫畫網路的創作空間 很多作家都聚集在這裡 而且你仔細看一下我做的椅子 這是一本漫畫書的造型 而這本漫畫的作家 也在這個中心裡頭來從事創作 現在帶你一起來去找他一下囉 就是這一間囉 你好 探館 親切招呼我們進門 這不到兩瓶大的獨立空間 是南定薰的工作室 各種繪畫器材 作品隨處可見 趕稿的時候一天在這兒 待上15個小時都很常見 甚至還會翻閱一下台灣作家的作品 來個腦力激盪 而像這樣經過徵選進駐的畫家 在網慢創作中心裡頭 總共有44位 這件事是在我身邊獨立的 我自己獨立的工作室 在那裡的作品 也在一起做的作品 所以我自己獨立的工作室 和自己獨立的工作室 也在一起做的工作室 所以我自己獨立的工作室 我自己獨立的工作室 一個月基本50到60萬韓元 折合台幣一萬三千多塊起跳 對創作者來說 這是很大的幫助 像南定薰畫家最近剛好有一部作品 被網版平台向重 有機會轉成大螢幕呈現 就是要把餅給做大 每年釜山都有網曼節登場 邀請世界知名畫家前來交流 而在釜山當地則粗估有160位的網曼畫家 這些都有機會成為下一部邁作大片的潛力股 是在社會中入住的內容 每年10至15個 創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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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其中的這 Dead Fως 創作者、 在政府有心培植之下 打造亚洲影剧中心 年年登場的福山影展 重新雲集 这几年更是许多大片 寻求技术协助的拍摄基地 韩国福山这边同时也拥有了 全韩国最大的一个摄影棚 可以看到这大面的key板 配合上他们很成熟的技术 所以包括了韩国很知名的 时速列车 还有好莱坞电影黑豹 都曾经来到这边 寻求他们的专业协助 漫威英雄在福山街道全面开打 韩国本土电影时速列车 也选择在福山拍摄 不管是僵尸横行的车厢 主角仓皇逃命 这些画面都在福山 银湾区数位港拍摄 这里有韩国最大的单体摄影棚 同时也提供了影像处理 高阶技术及器材 像全志贤 一人分射两脚 都能够完美地拍摄合成 目前在这里 每年都有十部作品进行拍摄 我们的富山电影视团队是很高兴的 在其他地域的地方 在山上或外面的地方 或外面的地方 这种形状态的位置 我们的富山电影视团队是 我们的富山电影视团队是 地域的地域 变幻成是釜山 到底还有哪些故事 可以说给您听呢 其实真的还有很多 这个地方其实不说 你大概不太清楚 在寒战时期 釜山涌入了大批的难民 前来避难 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头 有一些历史味的角落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草粮洞 这个社区其实面临了 高龄化的问题 它没有25%以上的人口 都超过65岁以上 所以居民曾经非常的没落 认为自己被政策给遗忘了 不过这几年没有大新土木 政府推的是改造计划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开始活络起来 生机勃勃 而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还有哪些呢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 包括了草粮洞书街 这个书街是旧书街 也是从寒战时期 就流到现在 再来甚至是一般平民百姓 所居住的虎川村 也因为隐聚的关系 加持之后 现在变成了超航景点 辅山是一个大城 同时也是一个老城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小区域呢 逐渐在没落甚至 面临高龄化的问题 像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草粮洞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同样面临 相同的困境 但是配合文在寅 总统的政策 他们开始了改造计划 所以呢 就像我现在这身衣服 也要换上一下新装咯 好啦 我换好衣服啦 看到这个衣服 这个据说呢 是他们80年代的高中制服 还有这个背章有没有 我今天是值日喔 是不是听起来好像 感觉很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现在穿上 他们旧的制服 我们要去这个小区 发现新的景点 草粮洞位在釜山东区山坡上 是寒战时期大批难民 所在的避难区 民宅沿着坡地搭建 所以有个168街的长梯 是当地住民景点 而近期搭配改造计划 福山政府在这里 搭建了单轨列车 一次4到5人搭乘 没有问题 透过列车缓缓上升 免去爬梯楼内 在2016年的6月正式行驶 造福当地居民 因为这个社区 面临高龄化危机 有25%的居民年龄 都在65岁以上 最后市场的领域 都在想到 最后市场的领域 都在想到 最后市场的领域 都在想到 心中的领域 因為絕佳的坡地視野 總有不少民眾前來拍照打卡 後來被知名偶像劇向眾 成為拍攝現場 所以這兒不時就能看到 大型偶像力牌 而像這樣的城市角落 在釜山真的不少 另外來到釜山這邊 其實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翻閱書本的一種感覺 這邊是保水洞舊書街 你可以這樣看過去 還有大概50幾家的舊書攤 正在經營著 其實他們是從寒戰時期 一直保留下來的 雖然現代人好像不太看書了 但是他們還是很努力地在經營著 舊書堆疊充滿歷史味道 過去即勝時期有85間的書攤 現在只剩50家 而在這裡經營幾十年 擁有兩家店面的老闆 跟我們訴說著書接由來 戰亂時期的時代氛圍雖然已不復見 但依稀可見的是人們穿梭書正間的書香浪漫 同樣吸引了偶像劇前來取景 偶像劇加持之後 有30%的客源來自海外遊客 為這邊帶來新的消費力道 好 您現在有沒有覺得 我好像從拍攝場景裡頭走出來了 沒有錯 因為我們現在實際來到了 就是釜山的虎川村 這個地方因為知名韓劇拍攝之後 一夕爆紅 也吸引了很多遊客前來 而當地居民也把當初劇組 所留下來的拍攝道具 在這裡完整的保留下來 這個位在釜山帆川洞的住宅區 有著類似台灣9份的樸實魅力 在偶像劇加持之後 同樣吸引不少戲謎前來朝聖 當地居民也成立了協會 因為原本寧靜的住宅區爆紅之後 外地民眾蜂擁而至 難免吵鬧喧 帶來雜亂 協會會將坦言大家對此 都還在想辦法找出平衡點 都是活化老城在造 沒有大興土木的背後 釜山用了少量建設 搭配影剧宣传 让都市角落也能够各自发光 当然我们都来到釜山了 很多人可能都会想要问一下说 到底有什么地方好玩 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一走的 而且釜山最近真的是蛮夯的 他们的年度搜寻量 已经是达到了322% 真的是蛮惊人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非常幸运 到了当地之后 刚好碰上了他们的绣球花庆典 每年的6月中旬到7月初 在太宗台上百花绽放 而且绣球花它的花色深浅 其实是因为它的土壤酸碱度 所影响的 除了花可以看之外 我们往海边来走一走吧 海边有什么东西可以体验一下 来看到没有错就是热气球 这是他们第一届的热气球节 不过提醒大家如果要去 可能要预约一下 因为目前只有一颗 不过你搭信热气球 可以缓缓升空 用不同的角度 来去欣赏釜山的美景 现在透过镜头 带大家来到的是太宗台 而在我们旁边 是他们的游园车 而这游园车即将会带我们到上面去 因为现在上头 正好是他们的绣球花季 而且一年一度都吸引很多的游客 前来观赏 我们现在上车 复古造型的游园车 以大大绣球花装饰 这是初夏时节的限定服务 二十分钟一班 每天运载六千人次 前往太宗台上的太宗寺赏花 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来到了 绣球花庆典的会场了 可以看到我旁边就是一个绽放的绣球花 靠近一点 好像比我的脸还要大对吧 在这里到处都是这样绽放的绣球花 种类多达三十多种 今年已经是第十三届了 人气依旧不见 从2006年开始的绣球花庆典 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初固定举办 长达九天时间 每天吸引两到三万人前来 刚好釜山属于韩国较为潮湿的区域 特别适合绣球花生长 包括泰国荷兰中国印尼等地品种 年年缤纷绽放 而事务长告诉我们 影响花色的其实是土壤酸碱性 土壤偏碱花色越深 偏酸花色越浅 搭配庆典这里周末都有表演活动 让现场刚好放假的军中弟兄 忍不住跟着又唱又跳 观众席间更能看到僧人 列席欣赏 也让人难得看到了 讲究佛门清静的寺院 充满了歌舞喧嚣 透过庆典与民同乐 而抢功初夏商机的庆典活动 在海边也同步登场 初夏时节来到釜山 还有另外一个庆典可以参加 那就是热气球节 而且今年是他们的第一次举办 而现在热气球已经准备好了 跟着舒涵一起来去搭乘吧 走吧 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以火力让空气升温 热气球在沙滩上头 缓缓起飞 过程不靠温度计 也没有仪表板 全靠专业飞行员的经验掌控 这是我们的 沙档林 沙档林吗呢 全光一里 金河力十足的老板 拥有热气球飞行执照 今年正式接受釜山政府邀请 在海云台沙滩飞行热气球 而首次达成的我开心拍照之余 还是难免有点怕怕 笑说自己也很害怕 但其实老板说 除了自己够专业之外 也因为今年是首次举办 所以只单纯直线上升15米 安全性高 让大家从高处欣赏海景风光 而且体验飞行 在10分钟之内就会结束 好 现在热气球 已经缓缓在下降当中了 透过老板非常精致的操作 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安全 但是要能够达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其实事前的准备工作 也不能够马虎 一般来说 热气球至少300公斤起跳 得要几个大男人一起搬动 边组装边检查 设备安全 打入空气后 前置作业差不多完毕 而一个热气球造价约 1亿韩币 折合台币300万上下 如果是特殊造型 价格得要多个1.5倍 但能不能飞上天 就得看老天脸色 海风强劲 但安全条件之内 风速不能超过2米 也不能下雨 所以在海云台这边 即便能飞 一天也不超过3小时 这让老板非常羡慕 台湾的台东热气球节 海警热气球刚刚起步 绣球花海年年缤纷绽放 初夏的釜山 无论山海都以特色庆典 开创观光商机 如果你去过韩国 你大概也发现到了 大街小巷 都是大大小小的咖啡厅 他们真的很喜欢喝咖啡 而他们的咖啡市场 是达到了3180亿台币 非常惊人 而在釜山这里 有釜山的咖啡一条街 业者们非常有心 自组了协会 而且成立了咖啡博物馆 吸引游客前来 体验他们的咖啡香 停驶的沿海铁轨 过去的维浦铁路 没有杂草横生 而是铺上平整碎石 成为釜山市区新兴景点 这条维浦铁路 有韩国最美铁道之一的美名 总长4.8公里 从釜山海云台沙滩的尾端 维浦一路延伸到松庭 沿途海岸美景 尽收盐底 2013年底正式停止营运 以前的话 一般都是这些城市 都会给拆掉 然后包括这些路啊 还有一些这些旧的楼 都会拆掉 然后盖新的楼 但是最近就是 从2017年开始 新的政府上台之后呢 最多的提倡的就是说 我们保留旧的东西的情况之下 再注入新的活力 保存后的铁道人行区 也串联起另类海岸景点 大约走一个小时路程 就能抵达青沙浦灯塔 以及2011年刚开放的天空步道 向海延伸的步道 特别用玻璃铺垫 让人仿佛走在海面上头 配合政策让原本是 没落渔村的青沙浦 再一次找到活络商机 2011年至今已经有 53万名游客前来 每周更有3000名以上的人潮 带动了周边商权火络 好 现在呢 小鱼村跟摇身一变 变成了知名的打卡景点 像现在呢 我们就在鱼村附近的 一间咖啡厅 它是属于比较高楼层的 在这里呢 他们叫做 就是屋顶咖啡厅的意思 所以呢 你在这里啊 就点上这样子的一些餐点 就可以回到位置上好好享受咯 点分甜点迎着海风 初夏的釜山很有南洋风情 像这样有视野的咖啡厅 很受欢迎 或许也跟韩国人特别爱喝咖啡有关 根据韩国关税厅和咖啡业界统计 近十年来韩国咖啡市场成长了30% 2017年韩国的咖啡市场规模 高达11兆7397亿韩元 这和台币大概3180亿元 相当于一年韩国就喝掉了265亿杯咖啡 平均一人喝掉512杯 一天就要喝掉1.4杯 咖啡文化在韩国可以说是遍地开发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釜山地区的田谱一条街 这个地方过去都是五金行 不过逐渐转型 统统变成咖啡店 而且现在是全韩国最大的咖啡一条街 而这边的商家真的很有心 也一起组成了一个协会 然后筹资设立了这个咖啡博物馆 我们现在一起来去看看吧 领着我们参观这间咖啡博物馆 目前收藏了420项古老的咖啡相关器具 像是葡萄牙带回的研磨机 制造于1850年全世界只有三个 而这一类百年收藏品在馆内比比皆是 从去年6月开幕以来 就吸引中国 台湾 日本等亚洲区的咖啡协会 前来参观交流 咖啡店里有咖啡店里有很多咖啡 但是咖啡文化没有进来 如果这种文化没有进来 咖啡店里有很多咖啡店 咖啡店里有很多咖啡店里有很多咖啡店 所以这种文化也带来了 以分享为基础的咖啡博物馆 不用入场券 完全免费 也让甜谱商圈的咖啡氛围更加浓厚 目前总共有30多家大小咖啡厅 2017年时更被纽约时报票选为 必须前往的世界名所之一 这股席卷韩国的醇厚咖啡香 飘进釜山一条街 也顺着废弃铁道飘进渔村 香农翻转 欢迎持续回到的是药动变换城市 釜山特别报道 我是詹书涵 而书涵现在要带大家来参与的是一场魔术盛会 菲森大会这一次在釜山来登场了 它有魔术界的奥林匹克之称 而它是由法国所发起了 集结了50个会员国来参加 而台湾当然也没有缺席 这一次我们总共有三名选手参赛 有两名选手拿下了很不错的成绩 包括了可以看到是总冠军的部分 还有纸牌部的季军 都是由台湾区的选手所拿下的 而釜山他们自己也是表现 有很不错的魔术实力 而韩国本身他们的魔术风气 据说是由这位李勇军魔术师所发起的 而这些魔术师实力到底如何 我们有给他随堂考 所以现在跟着书涵一起来去看看吧 每三年举办一次 有魔术界奥林匹克之称的 菲森魔术大会 2018年来到釜山 欢迎大家来到2018 世界上的音乐军军军 在釜山 请来到这个城市 每天每月每年每年 享受魔术 谢谢 福山其实年年都有自己的魔术节 而今年是历经两次申办 取下了国际魔术大会主办权 汇集22个国家113名魔术师前来 更有超过100场的魔术研讨会 让大家一起切磋记忆 我们实际走到厂那一间咖啡厅 拿出舒寒自备的纸牌 现场来个小测验 我这边有一副扑克牌 那我们算是给魔术师一点小小的 非常好 看它能不能展现一下小小的技术 给我们看一下 随便学对 OK 是一个 Zakami can you help me maybe pick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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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有五号 方块五 就是方块七 可以接下你手吗 好 就这样子 好 是这样子 接下你手 随机抽策就能感受到高手在民间 沉重的银币在马来西亚魔术师的手上 神出鬼没 而在会期间能够欣赏的魔术秀还有很多 其中在2015年飞森大会上获得冠军的选手金宋明 特别接受了TVBS专访 在他手上纸牌仿佛有了生命 钻研魔术13年的他从高二开始接触魔术 获奖之后国际邀约不断也看尽韩国魔术兴起之路 韩国魔术萌芽大约在2000年 由韩国的李永军魔术师带起 2006年举办了第一届釜山魔术节 2008年韩国已经有两所魔术学校 而韩国魔术公司粗估有200间 发展至今2018年举办了VSA魔术大会 韩国政府有心发展魔术因为近年来亚洲崛起的势力不容小觑 这回我们还巧遇了前来担任评审的魔术大师刘谦 他认为过去欧美独大的状况已经开始出现转变 确实亚洲魔术正在兴起 赛会期间在釜山闹区走一走 也会有魔术表演能够欣赏 同样让人看了目不暇记 以台湾区来说 这次总共有三名选手前来参赛 有专职魔术师许俊杰 也有一时钻研魔术的蔡之洞 以及旅外魔术策划师建伦廷 随手画的圆圈竟然能够变出硬币 手法细致流畅虚实难辨 25岁台湾区选手建伦廷 现在在上海担任魔术顾问 这次获得近距离魔术总冠军 同时也是围形魔术的第一名 接受我们专访时他透露 魔术的发展其实比大家想得更广 像很多很有名的魔术师都是当顾问 所以其实当魔术你不一定是要在外面表演的 你可以当顾问型或是助理那些都是没问题的 魔术幻变亚洲崛起 当盛会落幕之后 台湾或许该搭上这一股魔幻风潮 让更多魔术之光在国际间闪闪发光 TV电视新闻中文跟苏涵 韩国釜山采访到 持续回来我们还是在釜山这个地方 我是苏涵 持续带您探索釜山 最近他们有一个新的商机 不过他们着重的是小确性商机 我们就来看到他们有哪些小确性商机呢 本来有一间铃铛工厂 他们现在不做铃铛了 他们改做文具 为什么呢 因为文具单价比较低一点 但却可以让大家觉得很幸福 另外还有这个城市生活的压力 真的很大 所以有一种森林疗法 这不是普通的森林 这是有香氛作用的一些树种 而且有专业人士可以带着你 一起来体验大自然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釜山的引导地区 在这里有一个新兴的打卡景点 我们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招牌 写着新奇杂货店 这个新奇杂货店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告诉你 不过我先告诉你的是 它原来是一间铃铛工厂 没错 以前在这里卖的就是我手中的这种铃铛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卖铃铛了 还有以前的做铃铛的机台 也都变成店里展示的一部分 在这里呢 现在卖的是各式各样的文具 而且到周末的时候呢 他们的营业额可以达到 300万到500万韩元 充满年代感的水泥色空间 摆放上设计精巧的文具 以及各式办公小物 多半都是韩国本土设计师的巧思 抓准了小确性商机 折合台币大概几百块的使用文具 也能够创造出惊人来客数 周末购买人潮逼近千人 平日也有300到500人次造访 但或许这个数字 您没有太多感觉 但这个文具店不是开在闹区 而是在偏郊区的半山腰 大面落地窗轻松眺望市区美景 室内则是简约白净 搭配植物画作点缀 这间咖啡厅是新旗产业的 另一项事业 让远到而来的客人 除了购买文具 还有更多停留的理由 一路过半平旬面的外观 很不错的化学工 但是我们的新技技工 发展供应该看的 新的设计计之后 和老公朋友们 和老公友摇产生涯 外观光光光光 还没有被甩上 不知道 所以我们大屋的 这建筑工 用户彙务的 权属性的 美容地造成长 的建筑工 也有建筑的 现在咖啡店已经是社群媒体上头 小有知名度的景点 外场员工数就有28名 不再罚人问津 也顺利让文具小物结合咖啡香气 让总是会议满档的上班族 体验一下小确幸的满足 来到釜山这边呢 除了有很好的办这个大型会议的规划 以及场所之外 其实他们也注意到了 应该要心灵放松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 就是去年刚刚开幕的治愈林 在这个地方呢 除了可以亲近大自然之外 也有森林指导师 可以用一些亲近自然的课程 帮你放松情绪 我们现在就加入他们吧 我们闭上了眼睛调整呼吸 像这样的课程是韩国政府森林厅 七年前开始推动的政策 在国内寻找适合的山林 种植具有芳香或疗愈心灵的树种 都市에서 생활을 하시고 일을 하시고 그렇죠 根据OECD的资料 每年人均工时达到了2069小时 仅次于墨西哥的2255小时 收入却低于OECD国家平均 这些生活紧张 急需辅助出口 政府打造治愈性山林 让大家走入绿植 舒缓身心 课程也包含森林建走 顺带植物教学 像这样的森林指导师 必须是生态或保健相关科系 经过两次国家考试 取得职责 一次团员4到15人 两位指导师进驻后 一个周末最多接待400人 那么以上就是 要动变化城市 釜山特别报道 我是詹书涵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感谢观看